新北市一掌杯第六届龙舟锦标赛 6月9号在微风运河盛大的展开 共有一百只的队伍报名参加 现场的气氛是热闹滚滚 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 而市长朱立伦也特别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起 端午家节到来 新北市微风运河也热闹进行龙舟赛事 由新北市议会与新北市体育总会 共同主办的新北市一掌杯 第六届龙舟锦标赛 这届一共有100只队伍报名参加 共计有124位来自41国的外籍选手共商胜举 天这么黑 哦哎哦哎风这么大 哦哎哦哎爸爸不离去 为什么不回家去 今天在我们的微风运河 举办的第六届大赛 不但参与的对数非常的多 奖金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也非常的普及 有非常优秀竞技型的选手 也有很多是为共同参与 发挥团队合作精神的朋友 我相信这就是龙舟比赛最大的意义 今天是第六届的一掌杯龙舟赛 龙舟赛顾名思义就是同舟共计 同心协力 更代表着我们新北市政府 跟我们市民共同打拼 我相信市政府 我们新北市民 未来一定能够感受到更多 更多的荣耀 除了参赛选手们各个用心装扮外 另外在活动现场 也有卢舟分局的警员们 打扮成白蛇传的角色人物 进行犯罪预防宣导 我们本分局为了个加强犯罪预防宣导 我们就是特别以端午节 结合民间故事 就是以白蛇传这些人物来做搭配 那目前这些的那个摊位的摊位 摊位的那个布置 以及人物的装扮 都是我们原警自己精心来做制作的部分 那希望能够吸引许多民众来跟我们参与 一起达到一些反毒反炸气的效果 那也是鼓励民众能够参加 多多从事一些有益的运动 像这样的造型是要怎么样跟那个 反毒反霸凌来做结合 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配合节庆 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宣导活动 就是我们后面那个摊位 然后我们配合这个节庆来 对对对 微风运河热闹赛事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围观 这天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回忆 记者沈仲代华 卢州采访不到